几年这回持续的针对金华城弊案 仍然是在调查当中 在今天上午是第五度的提讯 在牙被告也就是 前顶月开发的董事长 朱雅虎 那么为的就是要来巩固相关的 刑收贿罪的试证 因为日前朱雅虎他其实是认罪的 那么随着呢 现在的这个被告 也就是应小微审献金还有彭震生 都遭到了严压 对此呢大家都很好奇 目前呢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9月5号裁定积压之后 11月4号积压期就会满 那么过程也是提训家 北索就讯一共7次 包含柯文哲曾经有拒绝过一次 那么大家都很好奇 11月31号 恰午2点即将要开的 延压停恐怕会遇到台风假 会不会提前或者是延后呢 对此呢 陈森法官他们也表示说 已经有预留停期 也就是代表积压期满前 就会有一个裁定结果 但是现在啊大家都好奇 随着这个赞压的被告 都是被延压的状况 柯文哲呢 他目前还有一个大帐房 大家很关心的 错号橘子的徐子瑜 目前仍然是滞留在日本的 有没有可能因此呢 会让柯文哲这个难逃 延压的命运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呀这个律师他们也分析说 柯文哲如果被放出来 可能会有串政 或者是灭政的可能 因此呢北院这边 恐怕也会裁定柯文哲延压的结果 谢谢大家